女性艾雅9月底嫁给41岁从事贸易业的老公 对方是分手多年的前男友 因为手机号码没换又重新复合 简直就像翻版大S再续前缘 艾雅坦言因对方一句 你在我面前不用眼 深深被打中内心 艾雅接着说 她知道真实的我 觉得她真的懂我 仍然谈到家人 艾雅表示 高龄90多岁的爸爸失智了 需要聘请看护 跟亲戚轮流照顾 而老公每次去照顾爸爸 都会很自然的叫爸爸 然后帮忙换尿不为吃饭 老公无怨无悔的付出 艾雅全看在眼里 话说到一半 甚至感动的湿了眼眶 最后艾雅也透露 两人预计将在明年举办婚宴 到时老公也会露面 而面对做人计划 艾雅则表示 目前想专心冲刺赴业 因此还在避孕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